來 阿苗怎麼看 這個基本上昨天 北檢發出的新聞稿 他是針對周鴻旭案 就是他只有說 周鴻旭案 他因為 他用了一個法律上的概念 叫做集合犯 就是說我今天當間諜 我發展組織是 我不可能一次 針對一個人發展組織 就算一個案子 因為發展組織 一定是要越多人越好 對不對 所以這種發展組織的行為 北檢把它視為 就是一次的犯罪行為 所以他昨天 其實他是針對周鴻旭 去做追加起訴 因為周鴻旭案 現在已經一審有罪 判了一年多 上訴到二審 他就去做追加起訴 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昨天 新聞稿裡面釋出的訊息 我可以 在這邊很坦白跟大家說 任何學法律人看完就知道 其實 這個所釋出的證據 對於所謂的 王炳 鍾侯漢廷等四個人 並不是什麼 這個所謂的 一刀斃命的證據 因為 昨天釋出的 這個所有證據的內容 都是來自於 周鴻旭的一個硬碟 被扣案的硬碟裡面 被復原的刪除資料 是 所以意思就是 今天這個所有的 對於 提到王炳中 侯漢廷等四個人的 這所有相關的 事證 其實是來自於 這顆硬碟裡面的 文件檔案 包括什麼文件檔案呢 包括說 周鴻旭 它裡面有個檔案叫做 2015年的年度總結工作報告 那 裡面還有一個周鴻旭的畫名 叫浮成 這個庶名是這樣 那在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它有提到 這個寮原新聞網 然後提到說 這個 國台辦承諾要 今後三年 每年1500萬到1600萬 還不用報帳 等等的 這樣子的資訊 是在這個檔案裡面來的 那 昨天檢調公佈這個 新聞稿的同時呢 其實 它所講的也只有到這麼多了 那麼 王炳中和侯漢廷 其他等四個人呢 在這個周鴻旭案裡面呢 是基於所謂的證人 或是關西人的角色 那他們自己會不會被起訴 其實 檢察官的說法是說 還在另案偵辦中 那所以我也可以體會說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證據只有周鴻旭的片面說辭 包括說 秉中哥他們的喊冤也說 都是周鴻旭片面說辭 這是當然的 因為案件還在偵辦中 所以檢方 理論上來說 他不會把他手中所有的牌 都全部掀開給你看 是 因為如果他還要續查的話 他現在一定是手中還有其他東西嘛 否則他同時就會宣布說 周鴻旭追加起訴 其他人不起訴了 但是他昨天沒有告訴大家 其他人到底起訴不起訴 所以 現在去積極的追問說 秉中哥到底有沒有設犯 國安法第二之一和五之一條 這兩個罪 為時過早 你只能說 根據周鴻旭 他過去的硬碟檔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對於這四個人的描述 那今天這個如果說這四個人 要為自己辯護說 我不是共諜的話 其實去講什麼 網站很少啊 沒有流量的 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 對 因為二之一條規定的犯罪太陽就是兩種 一種是你為外國或是中國來收集或是刺探一些機密的資訊 第二種就是你為外國或是中國政府發展組織 那這兩條 這兩種是二之一條的太陽 國安法二之一 五之一條裡面有規定說要怎麼處罰 而且五之一條第二項又規定說 未稅犯也要罰 所以你如果說我為這個 中共來發展組織 但是我根本招募不到人 網站人很少 流浪很少 沒有什麼辦法 有做但是沒有結果 那你也只是未稅而已 因為未稅還是要處罰 所以其實真正的關鍵是在於說 趕快的出具證明說 我今天這個網站的金流 絕對沒有來自中國的錢 如果就算有大筆的資金進來 比如說周鴻旭真的有投資 你要想辦法趕快去講說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錢 我以為他是看上我的才華 然後才這樣子投資給我 對 這才是在法律上真正的重點 或者是說你不能去講說 這些小孩子他哪有能力刺探 什麼機密情報 因為你只要有刺探 就算刺探未稅 按照國安法也是要處罰 對不對 所以重點就是在於 今天周鴻旭在這個硬碟裡面 他說了這個林明正 給他的五個軍官的資料 洪漢廷給他一個軍官的個資 這些事情到底有沒有做 如果說這些事情沒做的話 那就是說我真的沒有去刺探 那假設你真的有告訴 你要去大處介紹一些軍官給他認識的話 你這個時候在法律上辯護的重點 就要變成是 這些不是機密資料 你因為機密資料才會成罪 所以其實對我看這個案情的發展 我真的覺得新黨是君子 他們可以找一個更好的律師 因為到現在為止很多律師變國了 因為阿苗剛剛都已經跟阿苗講了一大堆那個 我不是職業律師的不能請我 今天理念不同這樣會很辛苦 那可是這個重點是說 不要再去知為末節的去講一些什麼 只是小孩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其實這是愛知是足以害知 阿苗我們比較困難 我們不是情報員 來看這些情報員跟我們講的這些事情 你怎麼判斷說 哎呦不好意思 這個有點時空跳樣 你怎麼判斷說 那這個周鴻旭同學 另外四位新黨四君子 這個四個東西 他們到底你判斷有沒有做到多少 還是說北檢有沒有掌握多少 當然這個都是一個想像的 我們不能亂講說一定是怎麼樣 其實剛剛講的這個所謂的判斷間諜的方式 這個是在實務上面所謂檢調人員 或是軍方的反情報人員 他在判斷誰比較可疑的時候 他所用的實務技巧 但是實務技巧歸實務技巧 法律構成要件歸法律構成要件 像在警方的他很多辦一般刑案的時候 他也會去說 誰看起來鬼鬼碎碎 刑機可疑碎 他怎麼樣 就去盤查他 可是最後有沒有沉醉呢 還是要回來看到刑法 或是特別刑法裡面的構成要件 有沒有構成 而不是當初在辦案的時候 所鎖定的這些特徵 那我想這第一個要分辨清楚 因為其實在這個 尤其是台灣過去的歷史 我們也知道 所謂的諜 間諜 尤其是共諜案 冤錯假案是很多 當然也有很多所謂求人得人 他自己真的是 自願成為共諜的 也會有 但是也會因為這個情報單位 或者是這個軍閥機關 為了浩大喜功 或是為了配合政治上的要求 而製造出來的冤錯假案 那剛才我們前面已經談過了這個 關於真的是 間諜跟思想犯之間的差距 其實 間諜它有點模糊啦 如果說你太早就處罰 像現在的國安法是處罰未遂犯 可是有些更早的處罰是 連所謂的預備犯或是陰謀犯都處罰 構成這個構成要件的行為了 你要有這個著手 他才會被算進這個未遂犯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距離確實是有比以前更狹窄 那另外一個跟間諜案 常常會有模糊距離的 其實是詐騙案 就是 其實你明明沒有受到外國政府的委託 你就在這邊招搖撞騙 這種人有沒有 其實還是有的 或者是剛才佳哥提到 有人在問說那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說實在的 在我看來他法律上 就很多人在討論 比較像是詐騙嘛 因為他其實沒有任何的真正的發展 因為我們國安法二之一條就兩個啦 赤收機密罪跟發展組織罪兩個 那台灣民政府有沒有赤收機密 有沒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來發展組織 他就賣護照 他看起來是賣護照 賣一個 賣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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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的護照車牌 其實這比較像詐騙對不對 那周鴻旭案 到後來有沒有可能發展成詐騙案 說不定有可能嘛 要看事實 對 他自己就在那邊幻想 那一大堆 其實他沒有受到外國政府委託的話 那這中間當然會有問題嘛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憲政國家 自由民主憲政國家 會不會查間諜 當然會 會 全世界的每一個自由民主憲政國家 都有間諜罪 而且一個自由民主憲政國家 怎麼可能容許 有人接受一個專制獨裁國家的委託 來這邊意圖顛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呢 這個是即使我們在保障人權都不會去容許的事情嘛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查辦 只是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不同 跟專制獨裁的不同在於說 我查辦間諜案 我是按照正當法律程序 就是這樣 我是按照從立法到偵查審判到執行 全部都是正當法律程序 如果這一點有做到的話 那麼其實我想我們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共同體 做自我防衛是應該的 因為怎麼可能沒有間諜 怎麼可能沒有共諜 目前在台灣按照政府一些官方 或是學者非官方的統計 所謂的中國人 或者是大陸地區人民來到台灣之後 行蹤不明 有入境紀錄沒有出境紀錄 行蹤不明的人有上千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要不要自我防衛 當然需要嘛 只是我們要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自我防衛 OK 沒錯 為什麼大家要用到下方的地方 是在這裡 在這裡 我可以用來自我防衛 對我 我可以用來自我防衛